第一节课是教大家简单的细细 从一个苹果开始 然后我们来这个飞机 如何来观察这个苹果具体的结构 它的透视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苹果这个苹果的图片 然后第一步呢 是先开始构图 在我们的纸上构图 然后呢我们看看是 在画面上是触构图好呢 还是好像构图好一些 因为我挑选的这一幅画呢 它本身这个照片 它是一个触构图 因为它的叶子 因为它有苹果的一些叶子 纸条上去可能触过头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在纸上 比如说这是一张的 然后呢我们开始先用定位法 用定位法来确定这个苹果 在枕图纸上的一个大概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先定位的高点 我们先忽略忽略这个叶子的位置 然后去看这个苹果它的高点 大概在这张纸的三分之二的 靠下一点的位置 然后左点 左点 就是它的宽度 六点 这样可以去找苹果的宽度 六点 然后五点 苹果下面的位置 大概在这张纸都能够 大概在这张纸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多一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把它的高点 地点多点有点确定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苹果大概的位置 整张画面的主题物的位置就定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呢 第二个是观察并分析形体的特征 我们可以先回来看一下这个苹果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 但是呢 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 但是呢 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 但是呢 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 那么我们这个苹果呢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八边形 怎么看出来呢 它是一个八边形呢 我先把它画出来 然后你们再来看 我们在学素描之前呢 都要先画几何形体 就是简单的几何形体 可能就是很多的小朋友 在学这个时候 因为学的太早上 他们觉得这样非常地枯燥 但是要学素描的话 都是要从简单的几何形体开始 因为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物体 都是由简单的几何形体 才能够成的 好 现在呢 我再找到这个苹果上面的那条线 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 跟着我的这个 找到的这些线条来观察 然后苹果在上面的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一条线 然后苹果呢 两边 两侧 就像T型一样 摸着的 就往下 转下来了 次两边 转下来 这个斜线的这个倾斜度 不要特别的斜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大概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苹果两边很明显的 右边因为面挡住它 但是左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被挡住了 有了很明显的一个转折 下来 这个地方呢 它有 它是一个弧形 但是呢 我只把它归纳成一条纸线 就可以了 归纳成一条纸线 一会儿 一会儿在具体刻画形状的时候 我们再来调整 现在只需要找到它大的线条线 它是一个扁扁的六根型 八根型 比较扁 但是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园 然后苹果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地方呢 这条线的清洁度 会更大一点 然后呢 会更长一点 知道里面能不能看出来了 这条线要长一点 然后这个是苹果的皮 就是大概能够看出来一个 苹果鸡粉的雹形了 好 就是这么一个形状 好 然后呢 我们把整个大的这个苹果的特征 用简单的线条把它盖过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往里面去找它的这个内部的结构 什么是它内部的结构呢 就是这个苹果 现在呢 我们的眼睛可能需要调整到一个三维空间的 一个观察的一个状态里面 担一下我们这个人 它的这个三维空间 也是在9岁的时候 慢慢地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观察的 一个思维 一个能力了哈 就是能够看到它的前面和后面 就是 包括一张图片 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前后的空间 好 像是小朋友呢 他们画画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是 画出来一个非常平面的东西 它无论是画标语的东西 它就是体验的 因为它们没有 没有具备就是能够表达这个空间的能力 和观察的这种能力 好 现在是第三步 开始寻找 物体内部的结构 只会我们把这个物体的结构 给它找清楚之后呢 这个物体才会画得更加的结实和立体 因为这些呢 它其实都是由这个西方 西方的这个绘画 比较科学的这种观察方法 演变而来的就是 的素描的方法 是要观察这个物体 要表现物体内部的结构 怎么去表现呢 现在我先把刚才的这个 苹果稍微画大一点 再来画一遍 你们也可以开始在你们的纸上 就是开始正式的做画了 不用一直看着我讲 然后呢 也不用说是像我这样画一些小图 小图 不用你们直接开始做画就可以了 一定要注意这几条线的这个比例 这个寻找物体的特征 的形态特征非常的重要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写作文里面 概括的能力 就是概括我们整篇作文的主要内容 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好特点代括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寻找物体内部的结构 这个苹果呢 它其实我们平时吃苹果的时候 可能没有太注意 就是它如果是从横着 横着这样切过去 苹果横着这样切过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那就说明其实如果这个苹果是普世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五边形 这个苹果如果是一个普世看下去的话 从上往下看的话 它是一个五边形 这个如果是一个平式的一个苹果 我们怎么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五边形呢 我们可以看它上面的这个窝窝的这个地方 我们会发现吗 好我们先找到这个窝窝的这条线 好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边有一个尖尖 这边有一个尖尖 然后呢在右边呢也有一个尖尖 其实这几个尖尖呢 就是这个五边形 只是它变成了一个平面的形状 好 因为它平起来了 刚才这个呢它是一个立起来的立起来的形状 然后现在这个呢变成平过去了 好现在这个尖尖 然后右边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尖尖 右边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尖尖 好这里就是五边形的另外一个尖尖 然后呢就过来 然后这样这边 是不是就是一个五边形 能够看懂吗 这个五边形 它就好比是一个正方形 好我们如果看不懂 好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它好比是一个正方形 好当这个正方形 我们可以拿一个东西来做一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方形 这个是 我现在拿的是一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平面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的 当它慢慢的这样做过去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就压扁了 然后它两边的这条线呢 就变得非常的倾斜 它就不再是一个垂直 它和这个边和这个边 就不再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在这个平面上 它就不再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长方形呢 正方形呢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变成了一个有空间的正方形 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主边形呢 也是这个道理 五条边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边 好 找到了这五个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苹果的外轮扣子 跟着这五个边的形状 来做一些修整 比如说苹果的另外那边 就让它歇掉 让它转起来 变圆 变成一个圆形 好 然后呢 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双双的把它切了 接成一个圆一圆的形状 用两条线去切到这个苹果 然后双双的鼓起来 好 那两边也是 鼓起来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苹果呢 就被我画了 鼓起来了 它的万荣霍长出来了 然后它的底面呢 结构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苹果呢 它可以封成 竖着 竖着看的时候 它又可以封成直的面 比如说 我先画这个 当它从这个地方 转下来的时候 这个斜面 转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 转轴的结构线 给它找出来 我们可以跟着它的这个 五边形的这个 来转 好 大家能不能够看懂 这个转折是怎么找到的 好 好 这两边我为什么稍稍地往里切了一下呢 就因为后面那条线就是 它可以转到后面去 当然可能它就 我没有画出来 是因为它被挡住了 可以转到后面去 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到 如果假如说 有一把刀从这里头切开 好 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圆 好 有圆 很像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当它平时 需要再拿一个东西来做一个示范 比如说一个圆 现在是这个样子做的 一个圆 当它像苹果一样 变成一个这样正对照我们的圆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橘圆 对 好 当然了 这个橘圆呢 这也不是一个标准的橘圆 它是有特式的 就好像是这个正方式 这样倒过去了之后呢 它就不是一个标准的这样的长风 它是一个提起 那么我们这个圆呢 倒下去的时候呢 它也会变得 上面呢 又有位要平一点 下面呢 这个圆呢 要稍微圆一点 这样它就能够平过去 所以我们的这个面呢 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这个苹果 从上往下转折的这个 结构的转折线 其实结构线呢 也是在找这个物体转折的地方 就是它整个物体的结构形状 有点关键的转折的位置 其实它 我们找到这些地方呢 一般我们在上光影的时候 就是公者这个转折的这个绝构线来变化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苹果的中间这个物体 是不是浓起来了 这个变化的里面 就是这个地方 是红线 因为这个苹果它是很存折的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种 一种through线的线 然后把它折起来的结构线 这个面就比上面这个面要大一点 因为它是中间这两个地方 还有包括前面 它是鼓起来的 好 然后呢 在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再找到一个转折的线 好 这样呢 这个苹果的结构呢 就被我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部分 你们能够看懂吗 就是被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部分 一二三四 被分成了四节 然后现在我们找到的是 它鼓起来的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找它的这样 侧折的侧面的一个结构 因为它是五边形嘛 所以呢 我们刚好可以把它从这个五个角的地方 也就是它的形体的转折的地方 这样找下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 稍微画得弯一点 因为这个窝窝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直线 还有一点微微的弯 好 这样下来 这个地方呢 弯下去的时候呢 可能就弯到另外那边去了 就看不到了 就被挡住了 然后是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地方是这样 这样弯下来 跟着我们刚刚的那个结构 来弯 弯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条线呢 基本上也是接近于刚才的这个 接近于这个高光 高光的位置 其实所以说 刚才我为什么说 我们的光影 其实就是附着在这个形体结构的 转折上面的 我们的中间这个地方呢 虽然它没有那个尖尖 但是呢 它是有转折的 所以它是鼓起来的 所以我们 可以稍微画鼓一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加一条线 说明这个苹果呢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 就正对着我们的线 所以它是直的 还有一个这个转折 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 这样的一个转折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再找到这样的一个线 这边其实这条线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它有很明显的这个阴影 整个苹果的阴影 苹果的阴影就是附着在这个 结构上的这条线 后面在讲光影的时候 会讲到这条线叫什么 名字 好 现在整个苹果 一个大的这个结构线被我们剖析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这两边因为看不到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不悦它 但是呢 我们可以理解到这边也是跟这边一样 从那边 从那边又这样转下来的 好了 我们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大概的结构也找到了 好 刚刚我们也讲了一些简单的透视的原理 透视 今天这节课呢 这个透视呢 也不会讲得特别复杂 不会对于初学者来说 临结起来也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简单的知道 透视其实就是近大 远小 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边形 其实它是一个很规则的五边形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当它变成一个有空间的五边形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近处的这条边 要比远处的这些边呢 要长一点 那就是近大远小 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检查我们的这个苹果 虽然它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圆 但是它也仍然是有透视的 那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弧线 要比后面的这条弧线呢 要远一点 然后这两边呢 这个转折的这两边 这两边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看起来可以转到背后去 能够转到背后去 有一个遮挡关系 它不是直接就从这边这样过来的 它是一定要转过去的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 它是要能够转到后面去的 这个也是 所有的线都是 它要能够转到后面 好 近大远小 得这么一个透视的功率 我们基本上掌握了 还有就是一个空间意识 就是我们在作画的时候呢 我们的所有的线条 都要表现出它的空间关系 也就是前后关系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结构找到了之后呢 透视也找到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形体的基础上 去寻找它的光影变化 光影关系 好 这个光影关系呢 就是从形状开始分析的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就不另外画了 因为下面呢 还要做一些这个颜色 昏昏上色的一些示范 好 就是这个苹果 现在这个形体已经找到了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光源 它的光源呢 是从左上方 斜上方这样下来的一个光源 你看它的这个高光呢 也是在苹果的左上方的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是它的高光 那就说明呢 它的这个下面部分和右边 它的阴影就在这边 你可以找 先把它的影子确定出来 影子的形状 这个高光它有一点点 接近于顶光了 所以它的影子呢 就不是特别的大影子的面积 好 我们先找到影子的形状 先不着急上吊子 好 找到影子的形状之后呢 我们开始来找这个阴影的形状 我刚刚有讲过阴影的形状呢 它其实就是附着在这个形体结构的转折上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图 这个地方下来 我们把这条线呢 称为是闽暗交界线 闽暗交界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暗部和亮部交界的这么一个位置 这条线呢 我们一般在画的时候呢 会画的稍微的重一点 好 这边有一些过度 浅浅的过度 好 然后呢 这条明暗交界线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条线我稍微划高了一点 划低了一点 我们可以再划高一点点 这个位置找到一条这个线 它其实也不是找高 也不是找低啊 它其实这个地方本身 它也有一个转折 就说明这个光 从这个地方打下来 打到这里的时候呢 因为苹果的这个位置呢 它转下去了 转到下面去了 所以这个下半部分呢 到这的时候 下半部分 它也在阴影里面了 上面部分呢 就是这个位置 右边的这个位置 在阴影里面 转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像这个地方 从开始也变成了阴影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苹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苹果 它是不是又有一个转折 往下的转折 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下面这个地方 也变成了阴影 所以它有点像这样 一截 一截 一截一截的 这个阴影的面积 越来越宽 变得越来越宽 这个地方呢 我们仍然可以找一点点 明暗交界线出来 找一条 好 这是我们苹果的阴影 就找到了 苹果的这个暗部的形状 就找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明暗交界线的地方 可以给它强调一下 是不是会发现它比较重 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重 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重 这里也一样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呢 它是这个反光 就是它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板子 因为它是一块比较浅的板子 它微微的有一点反射上去的反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它其实有一点点在这个地方 这边都要暗一点 这边都反光较亮 然后其实它的右边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也有反光 这个是叫 明暗交界线 明暗交界线 然后呢 我们找到了它的暗部之后呢 马上就要找它的这个阴影 阴影呢 它的这个靠近物体的地方 它的这个轮廓线 就会稍微的有点 要重一点 然后由深到浅 这样子 然后把阴影的这个调子 也可以简单的扑出来 当然我这个是画的是素描关系 你们只需要找形就可以了 不用像我一样 就是把这个素描关系 也给它画出来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用颜色来画 但是大伙会给你们讲 怎么去把握这个色彩的明暗 好 这样影子就出来了 这个影子呢 其实会暗部呢 它是可以结合为一体的 这个地方的轮廓线 不能够比这边的轮廓线更强 因为这个是在阴影里面 它肯定就好像我们的眼睛 看不太清楚 暗部的东西一样 这地方它肯定就会弱化 然后在光的照射下的地方 它就会变得比较清晰 好 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苹果 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也可以有一些浅浅的光影 但是这些光影呢 它就不需要像旁边的这个 暗部的阴影这么重 比如说我们的苹果上面 这个地方转下来 一直到高光的这个位置 还有一些浅浅的 因为光是直接投射到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 它是最亮的地方 整个苹果最亮的地方 就在这里 当然它是有形状的 画的时候 待会儿在上颜色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 是一个一块像那个 像一块高药一样贴在那 待会儿画的时候 不用这么画 只是给你们讲一下 它是这么一个形状 然后呢 这个旁边 也可以稍稍的 有一些浅浅的 调子下来 好 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画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有这个的桌子 这个板子 木板的反光 会反射到这块去 所以这块 它其实也有一点点黄色 因为就是这个板子的颜色 这个地方叫反光 然后下面这边呢 可以给它微微的 带一点这个眼睛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苹果 大的这个形体的感觉 已经出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位置的 这个轮廓线 可以稍微的给它 强调的清晰一点 形成一个近视 盼不虚的 这么一个光影的 强烈的对比 然后这边呢 它因为有那个叶子 这个就是因为有旁边 有其他的东西的遮挡 所以说这个位置 它会要暗一点点 这个位置比较暗一些 然后这个窝窝里面 这个窝窝里面的颜色 也比较暗 这个是它的那个 苹果的板 我们也可以仔细的去找一找它的细节 再用一些转折 这边是暗部 这边是 这边是受光面 所以说呢 我们的苹果的窝窝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光是这样照过来的 所以说 它的窝窝里面呢 这边呢 就要比这边要亮一点 这个光照过来嘛 这边就要亮 这边就变成了受光 这边呢 就是在背光里面 背着的 背着的这个光 好 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它有一点这个板的这个影子 这个影子 它是附着在这个苹果上面的 这边是这个板 这些我就不再做多的讲解 我们自己去观察来画 可以观察的越细越仔细越好 都用直线 尽量用直线去概括 待会我在画的时候再来讲 现在我们只讲它大的这个苹果的形体 现在就基本上苹果的这个形 就找到了 强调一下 米岸交接线 就要把苹果的形体 就出来了 好 在上颜色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关于色彩的几个最简单的 基本的要素 这几个概念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样我们以后在上课的时候 在讲颜色的时候呢 可以更加的清楚 知道明白我在讲的是什么 第一个色彩的三要素 第一个是色相 色相就是物体本身的颜色 你可以看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本身的颜色呢 它是一个红色 然后一点点橙色 它的固有色 它的色相 就是颜色本来的样子 就是叫它的色相 比如说红色的色相 它就是红色 紫色的色相 就是紫色蓝色 也是属于它的色相 就是蓝色 绿色的色相 就是绿色 就是色彩本身的样子 明度 第二个是明度 第一个是色相 第二个是明度 明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画的这个色卡 这个色卡就是我的 这个盒子里面的 调色盒里面的颜色 然后加水 加的越来越多之后的 产生的这个颜色 明度的变化 然后呢 这个明度呢 相对肯定就要低一点 然后我加水 加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得越来越亮 所以说呢 它的明度就变得越来越高 其实明度呢 它就是颜色的 这个亮与暗的程度 明度呢 其实它也是我们这个 给这个苹果上色的 一个关键 苹果的明暗 就是通过这个颜色的明暗 来表现的 但是呢 在我们上色的时候呢 除了要用这个颜色的明暗 来表现之外呢 我们还要用到这个色彩的关系 色彩关系 好 等一会儿来讲 这个色彩关系 它跟这个纯度 第三 第三要素 第三个纯度是有关系的 纯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颜色的纯度高不高 比如说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纯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的纯度更高一点 紫色的这个纯度呢 就会更加的灰一点点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发现 纯度呢 就是这个颜色 它没有参杂其他的颜色 所以它的这个饱和度 纯度也要饱和度 那饱和度就比较高 假如说 我们的这个黄色里面加上了这个绿色 然后再加一点红色 它的纯度就会变低 饱和度也会变低 我们可以先在我们的纸上做一个示范 好 色相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苹果 以这个苹果为例子来做一个示范 先放到右边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然后呢 色相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苹果的颜色 本色的颜色呢 是一个红色的苹果 就可以用这个红色 这个是苹果的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亮部的地方呢 可能因为受到了一些天光的影响 它会有一点点蓝紫色 是不是 有一点点蓝紫色 然后我们可以用到一点点的霉红色 胭脂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胭脂红呢 它就是偏冷一点点的红色 我们的这个 比方 它的受光部 苹果的受光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受光的部分呢 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红色 胭脂红 偏冷的红 偏冷的红色 这个也是属于它的色相 就是它的色相 就是胭脂红 然后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反光的地方 会受到这个木板 黄色的影响 它的那个颜色里面 又会有一些黄色 进去 黄绿色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蓝色 到黄色里面变成绿色 然后再加上刚才的胭脂红 这样呢 可以画出来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比较灰一点的这种反光的颜色 黄灰色 比较偏冷一点点的黄灰色 这就是苹果暗部的颜色 而不是苹果反光的颜色 然后是这个苹果的暗部的颜色呢 它的饱和度 也会比较低 我们现在先画这个色相 色相就只画一些三个颜色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苹果的窝窝里面的 那个黄绿色 我们也可以调一点点 调一点点 可以用这个蓝色 加上这个黄色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调出来的这个黄绿色里面 加一点点的蓝色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一点刚才的这个红橙色 进去 然后就是这个窝窝里面的 这个黄绿色 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就是那个窝窝里面的颜色 黄绿色 就调出来了 我们在画颜色之前呢 我们其实可以像我这样 就是先练习一下调色 因为调色呢 就是通过不同的颜色的比例的多少 就有点像做那个 不知道有没有理科生 做那个化学实验的时候 然后每一种成分要加多少比例 才会影响这个药水的这个 这个化学反应 就一样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练一下 然后还包括加水要加多少 就会产生它的这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画明度 明度呢 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红色 现在这个红色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 烟枝红进去 然后呢 加一点这个蓝色和绿色 因为我们这个阴影的颜色呢 有受到这个暗部的这个 有受到叶子的那个绿色的 环境色的影响 加一点点绿 加一点点蓝 你可以调出来这个暗部的颜色 可以得到一个暗部的红色 这个红色呢 是有点偏冷的一个生活 很深 很深的红色 可以看到这个红色颜色比较深 可以加一点点褻青 也可以试一试 加一点点褻青色 好 现在就得到了暗部 比较深的这个 苹果暗部阴影里面的这个红色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那个红色 稍微变少一点 可以让那个 那种红色里面 多加一点这个 深红 多加一点这个 有过深红 让它的颜色呢 慢慢的 变得饱和度高起来 现在它是不是 明度也在变高了呢 就没有刚才的这个颜色 那么的重了 现在我们可以 加一点点的 多加一点点的水 加上那个霉红色 刚才的这个 胭脂红 其实也是胭脂红色 多加一点水 让它的明度呢 变得又更加的高一点 好 那现在可以 再多加一点水 直接用这个 腌脂红的颜色 好 然后呢 可以再多加一点水 慢慢的 这个明度就变得 越来越高了 明度变得越来越高了 然后变到这个 受光度的时候呢 微微的一些黄色 好 可以看到这个 红色的明度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好 那现在就是 讲到了这个明度的变化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讲这个纯度 纯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颜色 有没有掺杂 掺杂其他的色彩 比如说我们可以 看一下这个苹果的 明暗交接线 靠中间的位置 这一块的颜色 它的颜色 是整个苹果里面 保和度最高的颜色 就可以直接用到这个红色 用到这个永固深红 这个纯度就非常的高 当我们的水 加的是越少 纯度就越高 水越多呢 它的明度就越高 就会变得更亮 所以要让它 如果我们希望 纯度高一点的话 可以让这个颜色浓一点 浓一点 你看它的唇度 就会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希望 它变灰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苹果的这个 亮度 完全的亮度的地方 它可能是 受到了这个天光 和阳光的影响 所以它有一点点的 这个天光是蓝色 对不对 所以它让这个部分的 这个红色呢 微微的有一点发紫 因为蓝色加红色 就是紫色 但这个微微的这个紫呢 它其实整体来说呢 还是有一点点暖的 因为阳光比较暖的 还加上木板的 反光的颜色 所以我们 可以试着调一下 这个地方的这种灰色 其实刚刚我在那个 第一个里面 已经调出来了 调出来了一点 就是在这个里面 加上蓝色 或者用这个胭脂红 其实胭脂红的纯度呢 它就没有永固 深红那么高了 用胭脂红 可以微微的 加一点点蓝色 蓝色加太多了的话 我们就把笔洗一洗 然后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稍稍的 加一点点绿 刚刚调过的那个绿色 其实是可以用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有一点点灰了呀 它的饱和度 纯度就没有那么高 它就比较灰 所以这个颜色就比较灰 这个颜色就比较灰 这个颜色就比较灰 把我们刚才的那个红色呢 多加一点 你看这个颜色 是我第一个颜色 多加了一些水 可能这个纯度 对跟旁边这个颜色的纯度 对比起来看会更明显一点 这个纯度就很高 还有包括我刚刚调的这个暗部的颜色 我们也会看到 它的纯度也比较低 对不对 好 我们刚才调的比较灰的那个颜色里面 我们觉得颜色比较的 比较的死板了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蓝色进去 你看整个这个红色里面 就透出来一点点的蓝 会让这个颜色变得更加的细腻和通透 色彩就更丰富了 好 现在我们几个基本的概念 有没有搞清楚 好 基本的概念搞清楚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下一个要讲的 就是色彩的关系 色彩的关系呢 其实就是它的浓暖关系 这个是最主要的 当然还有纯度关系 纯度关系的话 这个就是纯度关系 好 浓暖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浓暖关系呢 其实也是这个色彩的对比 也可以叫做色彩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色相环 这是我自己调的一个色相环 好 现在 好 我们现在讲这个色相环的一些规律 我们的这个三元色 因为大家都知道 蓝色 红色 黄色 分别是这么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黄色 加上红色之后 慢慢的就变成这个 就由橙色变成红色 然后再加上蓝色的时候呢 会变成紫色 然后再加上黄色的时候呢 会变成绿色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那什么是对比色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色相环的这个规律呢 还有这个环状的这个相互对应的那个颜色 就是它的对比色 就是我们的蓝色和橙色 就是对比色 黄色和紫色就是对比色 红色和绿色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对比色 在我们的这个物体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图 可以看到我们的图 我们的图里面呢 怎么来在我们作画里面 运用到这些对比色呢 其实通常呢 我们的这个物体在受光 受光的这个光源的条件下呢 它是有规律的 色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然后第一个呢 是在这个暖色的光源下 暖色的光源下啊 暖色光光下呢 它的这个暗部呢 其实是偏冷的 在这个冷色的光源下呢 它的这个暗部呢 其实是偏暖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呢 是因为这个环境色的影响 还有就是这个 本身的这个光源的这个色彩的规律 还有一个呢 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整张纸 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苹果 不知道大家可以试一试 我们长期的 长时间的盯着这个红色的苹果 时间很长了之后呢 我们去看一面白色的墙 就会发现呢 我们的眼睛前面呢 就会犯绿光 这个就叫我们眼睛的视觉补偿的 一个规律 就是我们的大脑里面 会生成一种 就是平衡机制 然后呢 让我们的缓解 我们的视觉疲劳 所以所以呢 会自动生成出一种 这个跟非常刺激的 这个红色 形成一个对比的 这么形成一个平衡和对比的 那么一个绿色的这种 反应会生成出来啊 所以这个是 也叫我们的视觉的 这个反应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一个色彩的基本规律 比如说 在我们的这个阳光下 的一些白色的东西 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树 我们的树 你知道大家就是 如果出太阳的时候 尤其是在早晨 或者傍晚的时候 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树 在阳光底下 它的影子是蓝色的 就是一棵非常非常黄的 这个树 非常就是在阳光底下 发暖的一棵树 因为阳光下的树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我们肯定可以看到 那个树的颜色 它肯定是 暖黄色的 暖绿色的 非常的暖 可以多加一点黄 多加一点黄 这个假如说 这是一棵树的颜色 在阳光下的树 大家一定可以在脑海里面 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观察不到的 可以在脑海里面 想象一下 一棵暖光下的树 那个暖光下的树 它的影子通常都会是 这种蓝紫色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 我们的印象派的画家 他们的画呢 就非常的明显 这种色彩的关系 就非常的明显 它会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它的影子通常就会是这个颜色 这个就叫对比色 色彩的冷暖关系 当然红色和绿色那些 我就不做示范了以后 我们在每一幅画里面 其实都会出现这些冷暖关系 然后我可以再 我会再着重的讲一下 因为其实色彩关系 在对于一幅色彩的话来说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说我们的一幅色彩里面 只有明度关系的话 像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人士 就会说你的这个画呢 它没有色彩关系 只有明度关系 我不管你有没有红色 有没有蓝色 有没有绿色 但是你没有色彩关系 都把你这个画呢 称为只有素描关系 就是只有黑白 只有明和暗的区别 或者就是只有一些简单的 不有色 但是它没有色彩关系 几乎是不像是不像的 但是我们的色彩虽然 当然能不像是不像的 三人的白痴 有些脸似的 就是戴着 有红色彩虾的人 也不像是不像的 但是我们的色彩所 可能像是不像是不像的 然后但是有没有 像是不像的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一样的 如果像是不像那样 所以我们的 还是不像 有人在这些 所以我们的 看到这些简单的 可能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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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